美媒称 中国导弹威力猛增 对第一导链实现全面活力覆盖 警告美军开发更先进导弹 与解放军针锋相对 美军未来是否会调整军力部署 中美又将如何管控冲突风险 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 中国导弹让美军难守第一导链 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两岸 我是桑辰 由美国媒体日前刊文称 中国正在大力研发和部署 各类先进导弹目标 包括美国及其盟国 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设施 这已经让美国及其盟国 难以守住第一导链 由美国军方人士建议 特朗普新政府 应当充分评估解放军的导弹威胁 并加强针对性部署 因为这样才能够继续 对中国保持战略优势 那么美国为何会紧盯 中国导弹发展 而未来又会如何进行反制呢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 台北演播室 台北大学的郑若平教授 您好 桑森好 房先生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北京演播室 为您邀请到的是军事专家 房冰教授欢迎 主持人好 郑大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 近一段新闻 美国之音电台网站日前看文称 中国不久前刚刚试射了 搭载10枚分导弹头的 东风5C洲际导弹 被认为是 中国大力研发先进导弹技术的 又一项突破 与此同时 华盛顿一些防务智库发表报告称 中国正在针对美国及其盟国 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设施 研发和部署先进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这种能力已经强大到了 令美国及其盟国难以保卫第一导链的程度 报道称 美军舰在宙斯顿系统 目前具备拦截中国导弹的技术和能力 但问题是 面对未来中国数量越来越多 技术越来越先进的导弹 美军如何以较低的成本 有效应对 美军前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就表示 美国海军的导弹防御系统 对付中国导弹威胁的能力 已经接近极限 可以说这两年 美国对于中国各种先进的 新式的武器装备的发展 都是尤为关注的 但是前一阶段 对于我们试射了 东风5C洲基弹的导弹 似乎美媒是格外的关注 在报道当中 更是用了说是进行了一次 史无前例的导弹测试 那么您如何看待 美国对于中国导弹发展的 这种高度关注 美国对中国的各种 这个东风导弹的 这个发展一直非常非常的关注 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压仓的 这些东西 就是应该说一般是 绝对不会拿来打战争的 因为一旦打起核大战来 我们知道那不是 那某两国人民的问题 那是整个地球 要重新格式化的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 一般来讲不认为 正头脑正常的人 都不认为这些东西 会被拿来打仗 但是这些压仓的东西 是核大国之间 保持互相战略平衡的 一个起码的一个基石 正因为如此 美国其实对中国 战略核武器的发展 那么这些年来 一直非常关注 为什么之前炒作的比较少 客观的说 我们过去战略核武器的发展 跟美俄两个核大国来讲 无论是跟当年美苏两个核大国 还是跟冷战后时代的 美俄两个核大国来讲 相比来讲 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虽然我们也是安理会五常 我们也是五个核大国之一 但是我们这个核大国 应该是跟英法两国 大概相当于同一个水平 就是第二梯队 而第二梯队这几个核大国 跟第一梯队的美俄两国 无论是运载工具 还是核弹头数量 可以讲 不是在一个数量级之上 我说的时候 不是说差多少枚的问题 那不在一个数量级之上 所以你看 美国这些年来 对俄罗斯在军事上 相对来讲 它就比较顾忌 尽管俄罗斯的常规武器力量 老实讲 跟美国相比差距非常非常大 甚至可以讲 现在俄罗斯的很多 常规力量的发展 可能还不如我们 但是为什么 它在跟美国的战略博弈中 美国对它始终 保持着必要的尊重 就是核武器压舱时的作用所在 冬5C 那么这种战略核武器 他们认为 如果它的射程 达到了一个新的数量级 如果它的射程 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特别是它能够携带 分岛式核弹头的这样一个数量 达到了一个新的 这样一个水平的话 他们认为 跟中国未来 我们机动发射的冬4-1 就会构成一个 新一代的组合 说到这儿 我们要简单的给大家 简单的介绍一下 大家说冬5 多老的型号了 我们经常讲 此动物非彼动物 大家知道 我们东方五行的战略核武器 最早的一代 应该是80年代 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 我们开始逐步 研制成型列装的 在84年 我们的大阅兵中 首先亮出来了 但是那个 是我们东方五早期的型号 也可以讲是原始型号 刚刚勉强达到 那么8000公里以上射程 就是这样一个 洲际弹道导弹的 这样一个射程 而且都是采用单弹头的 那么这个威射能力 放在当时 可以解决一个有没有的问题 放在现在 可以讲是非常非常的落伍了 所以我们的东五 在不断的改进 那么从东五 到了东五A 东方五A型 这个射程就达到 一万多公里以上了 就可以满足射程的要求了 但是它仍然是单弹头 虽然据说东五A 搞过这种分导式的实验 但一般认为 东五A是单弹头 到东五B 东方五B 就是2015年 我们九三大阅兵的时候 亮出那个东五B 一般认为 它不会是单弹头了 一般认为 它是分导式多弹头了 而且现在一般认为 三枚 四枚 五枚 六枚 都有可能 那么至于多少枚 我们不好讲 那么到东五B为止 射程达标了 分导式弹头的数量 也应该说远远超过了东五 但是我们觉得仍然不够 那么这一次 美国包括西方很多媒体 在炒的所谓的东五C 就是东风五的最新改进型 一个 它的射程 肯定有一个大的比较提升 那么这样一个提升 具体是多少 我们不好说 现在反正一般认为 覆盖美国全部的国土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射程全部覆盖了 再有一个分导式核弹头的数量 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据他们报道 据他们的猜测 分导式核弹头的携带的数量 可能达到十枚 也正因为是上一次 这个所谓一月份的实验 他们可能我们经常讲 都看得到 大家都看得到 你在实验中 到底打了多少枚弹头出去 都是可以看到的 那么他们根据这个认为 可能我们的东五C 携带分导式核弹头的数量 已经达到十枚左右 甚至更多 那这个基本上就达到 现在我们讲 这个液体燃料的 固定发射的导弹的一个 可以说达到一个顶级水平了 你现在俄罗斯那个撒旦 包括这个萨尔玛特那些导弹 都是十枚左右的 分导式核弹头的数量 所以东五到 如果发展到C型 虽然它还是东五的改进型 但是它我们认为 可以视为我们 液体燃料的固定发射的 核导弹的 应该说二代的水平了 可以用于我们的东四腰 如果组成一个 固液的这样一个组合的话 那么东五C 是液体燃料的固定发射的型号 东四腰是固体燃料的 机动发射的型号 都是新一代的水平 就可以组成我们中国的 战略核威慑能力的 新一代的这样一个 主力阵容了 正因为如此 恐怕有些国家 对我们这些东西的发展 还是比较忌惮 也因此他们会有更多的关注 确实随着中国东风导弹的 这种更新换代 我们不但打得更远 打得更准 而且打得也更狠 所以外媒对此 是如此的高度关注 那么在这次 美国媒体的报道当中 也提到说 现在美国及其亚太的盟友 他们已经深感 很难再守住 以往用来围堵中国的 这个第一岛链了 所以郑教授 您如何看待 现在第一岛链 它名存实亡的 这样一个效果 而且位于其中的台湾 为什么不能够 很好的帮助美国 再来发挥围堵 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效果呢 在上一个世纪第二次撒旦结束之后呢 原来美国所设计的这个导链包围围堵的策略呢 确实现在面对的中国的弹导导弹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已经相当程度可以说近乎崩解了 因为我们看到的 现在中国的这个弹导导弹的实力 如同刚刚房教授所介绍 在美国专家的眼中认为说 这还不是一个禁止的状态 因为它持续的在发展当中 这个就让美国人觉得说 他们在第一岛链 原来设计的这种近乎是静态的 一种消极的围堵策略出了问题了 那么看看中国的海军实力 更让美国人忧心 1985年的时候呢 中国的海军设计出来的一个近海防御战略 然后根据这样子逐步的建设 现在美国的军事分析这个专家呢 认为说在2000年左右呢 中国海军依然是在强调 中国沿海的防御力量 可是到了2010年左右呢 开始已经有效的 能够做到了第一岛链内侧的制海权了 那么到了2030年呢 按照美国现在他们的分析跟估计 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动力的航母战斗群 已经会有一个以上 可能两个三个甚至于更多 那么在那样的状况之下呢 第二岛链内侧的制海权 大概也会被中国所掌控 跟着美国最近的分析认为说到了2040年的时候呢 那么中国应该可以掌握一艘以上的核动力的航母 核动力的航母它的意义就在于说 中国的兵力战斗力可以投射到太平洋 印度洋甚至于更远的地区 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中国就可以有效的制衡美国在亚太地区 原来有的这种海军的优势 而变成是一个真正能够跟美国抗衡的 这个军事海上的强权 那么这样子一来呢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 你原来认为说你可以用岛链 譬如说台湾的这个位置 封锁中国进入西太平洋的能力 可是呢现在中国的海空军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过目前以台湾为例 所能够做到任何围堵的这个效用了 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台湾能够发挥说好功能 已经变成是美国很多军事专家大大的质疑 更不要讲台湾现在的军队的 尤其海军空军的实力呢 基本上跟解放军的空军海军实力 已经有了相当的落差 那么现在反介入区域拒止 突破第一岛链的能力加强之后呢 下一步就意味着说台湾 韩国菲律宾都会变成中国未来 在紧张状态之下 海空军可以实施区域封锁的一个范围 那么在这样状况之下 第一岛链的实际功能等于是无效了嘛 再加上台湾现在的这个军事的能力 根本没有办法对抗这个人民解放军 还有呢美国自己在这个区域里面 他也有问题 美国在整个第一岛链上 他的中程导弹的能力跟部署 其实是有限的 数量上更是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对抗 所以他没有办法能够有效的迅速堵住这个缺口 那么再加上一个 他现在实际上在第一岛链的地面作战部队 实际的作战能力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他不管是补给指挥监控等等能力 其实现在都已经出了很大的漏洞 再加上呢 他要对武器的制导啊 必须要依赖卫星跟隐形无人机 可是美国的军事专家说 他们觉得中国现在解放军已经有实力 对美国的卫星跟这一些无人机呢 实行有效的反制甚至于伤害 那么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他的第一岛链战略当然就已经形同瓦解了 总而言之 想堵是再也堵不住了啊 不过呢 你有导弹 我就有这个反导系统 因为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 报道当中提到说 面对中国现在强大的这个导弹发展的速度呢 美国还是有应对措施的 比如他们美军的这个舰在宙斯顿系统 他们就认为很有效 但同时他们也提到啊 这种反导手段已经是接近极限了 而且是越来越力不从心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评价 我觉得他们这种评价 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我们很多这个大陆的军事网友特别可爱 把我们这个各种东风导弹呢 这个叫做火箭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独自开设的 代言号的啊 独自开设的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快递公司 那么叫东风快递啊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嘛 他们认为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到了一定的数量 我们就可以突破它各种导弹防御系统 而它的这个TMD 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常规导弹 那么针对第一导链第二导弹的 第二导链的这些基地 那么它有战区的TMD来拦你 而它的那个NMD 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主要针对的刚才我们讲的 他们认为我们最近搞的试射的 东吴也好东死鸟也好 我们这种新型的战略导弹 可以抵达美国本土的这些战略快递 它是这样一个针对 那么过去美国它这个各种应对手段 应该还是有一些的 比如说对第一导弹第二导弹 你这些常规导弹 这个打击的目标 我有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而且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我是陆基海基都有 我陆上的我有爱国者三 这是第一段的 高端我现在有萨德 萨德要入韩 下一步还要进到日本去 那么我陆上有 我海上就是我海基的导弹防御系统 比如我海基的标3 我看到这个新闻前两天 这个美日两国又在这个夏威夷外海 进行了西一轮的导弹防御的 这种海上海基导弹防御的施舍 这个东西就是展示在这个能力 现在可能它感觉到 越来越率不从心了 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这些近程的中程的 针对第一导弹第二导弹 针对TMD的这些常规打击力量 这个老实讲说到一定程度 我导弹机攻你导弹防御 到最后就是个简单的数学问题 甚至就是个算术问题 你拦住100枚 我准备200枚 你拦住200枚 我准备400枚 这个事不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吗 防御永远是没有进攻 更为主动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以前如果说我们中国海空军力量 相对比较弱的时候 我们主要靠导弹来解决问题的时候 那可能美国人还说 你打吧 就这些导弹 第一波打完了 第二波打完了 打完了之后我马上给你恢复起来 我马上海空战力可以恢复起来 问题是 现在的中国仅仅靠导弹出来混吗 那么这是第一个层面 还有一个层面 可能为什么大家说不理解 我这两天看到有些报道 说这两天 大家看到美国说 我们炒我们是战略导弹 是打到美国本土的 所谓本土快递的一些东西 怎么就说到第一导链的事来 这两者之间是一个什么逻辑关系 其实大家不知道 为什么以前美国人觉得 说你中国东方导弹 打第一导链 打第二导链 他觉得心里还比较踏实 认为你不敢打 或者说他潜意识里认为 你不敢敞开了打 有一个基本的原因 就是在战略核武器方面 我们刚才说了 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几乎是数量极这样的差异 那么美国人心里有这样一个底气 而现在这个情况 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而且刚才郑教授讲 这个变化还是一个ING的状态 还是一个进行时 所以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美国人现在确实要考虑到 无论是第一导链 还是第二导链 到底还能不能成为导链的问题了 美媒称解放军战力迅速提升 第一导链已经失效 未来还要增强第二导链部署 继续围堵中国 美国为何还不放弃导链战术 请继续收看海峡两岸 总而言之 面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导弹实力 美军也在逐步调整 他们的战略部署 相关情况我们再关注一段新闻 美国战略之夜网站刊文称 由于中国导弹射程与威力不断增强 使美国当年刻意针对中国而打造的 导链战术也逐渐失效 特别是 位于第一导链的军事基地 更是直接暴露在中国导弹射程之内 为此 美国也开始调整相应军事部署 一方面 不断将位于第一导链的兵力和武器装备后撤 脱离中国导弹的打击范围 另一方面 由于加强一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导链军事建设 使其能够容纳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空中连队 并计划将关岛建设成地区指挥机构 但也有美国军事专家表示 光与军事手段 无法应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导弹威胁 战略对话才是降低中美冲突风险的重要措施 前面我们已经清楚地谈到 现在第一导链很难再发挥以往围堵的效果了 是名存实亡了 因为实在是太近了 全部在我们的打击范围之内 所以现在美军也调整 那么第一导链太近 我就往后撤 撤到第二导链 那么在您看来往后撤了 那么面对我们的常规打击 真的难道就认为说我们鞭长莫及 没有办法了吗 有效用吗 往后撤 这个应该说在过去的十年中 已经是一个新常态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对关岛就是二岛 刚才正在说讲 这个第二导链的核心 实际上就是玛利亚纳群岛 玛利亚纳群岛中虽然有很多岛 关岛 塞班岛 廷吉班岛 但是其中的核心是关岛 因为上面安德森空军基地 阿普拉海军基地 阿加尼亚海军航空兵的基地 密布整个的关岛 是二岛链的核心 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中 美国确实在军事的 西太平在军事部署上 有这样一个趋势 就是从第一岛链 作为重心 逐步的向第二岛链靠 因为当时 他们认为中国的 这个所谓的东风快递 更主要的还是针对第一岛链的 那个我们东15 打个这个五六百公里 东16打个上千公里 都是近程和中程的 而关岛距离我们大陆 大概在三千公里左右 远程的导弹能够打到这个地方的 还比较少 而且精度也还很一般 所以当时他觉得 我退到二岛链的关岛 你基本上 不是说绝对打不到 能打到我的手段就很有限了 那么对我的威胁比较小了 再有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是有战略轰炸机的 我的战略轰炸机 从关岛起飞到你那 抬腿就到 我对你的打击是没有问题的 但问题是 这是十几年之前的情况 十几年之后 关岛的战略部署能力 经过美军的不断建设 虽然在不断提升 但是我们的打击能力 特别是各种东风快递的打击能力 也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 这样一个包括射程 包括打击的范围 你看我们两年前 这个九三大阅兵 你看我们展示的 这样一个系列 东风快递确实成系列了 五六百公里的 我们有东十五臂 上千公里的 我们有东十六 两千公里到三千公里的 我们这个远程的 这个中远程的 我们有东风二十一 再远我们的东风二十六 东风二十六 被我们很多网友一出来 一亮相 大概大家网上百度一下 射程 马上被叫做什么 关岛快递 标准的关岛快递 就是它的射程 足以覆盖关岛 而且陆海兼备 既可以快递你的机场 陆上机场 也可以快递你附近的航母编队 所以对于这样一种 不断提升打击能力 我还是那句话 你推到二岛链有用吗 再退一步 可以 你推到夏威夷 应该可以了 但是推到夏威夷 你的前两道岛链的封锁 你觉得还有意义吗 所以这样一种博弈 我觉得可能才是下一步 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 这样一个博弈的过程中 美国真正要考虑的问题 毕竟你天天要把别人 堵在家门口 你天天要堵在别人的家门口 连人家的门都不让人家出 你觉得这种思路 还能够推行多长时间 这才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 确实 退到第二岛链 但是房教授说了 现在中国已经针对其中的关岛 专门配备了这个关岛快递 所以郑教授 在您看来 如果真的这个关岛基地 也遭受到我们中方 这个导弹打击的话 那么它在如何发挥 这个地区指挥所的 这样一个作用呢 在美国整个这个基地的 配置上来讲 它的总数量 全球至少有400个以上的 军事基地 第一线的这个基地群 从阿拉斯加 东北亚 到这个西南太平洋 以至于印度洋 这一些群岛上的基地呢 变成它的第一线的基地群 它的第二线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重点 就是关岛 包含澳大利亚在内 而这个关岛澳大利亚 这种第二线的基地群呢 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这个空运海运的中转基地 但是在平时跟战时 它同时也是美军 非常重要的眼睛 就是它的监视基地 那到了第三线是什么呢 这已经到了本土之前了 那就是夏威夷群岛 夏威夷群岛是保育 美国本土的最前沿一线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也是前面那两线基地的 一个后续的资源的基地群 这样子的一个部署之下 你会注意到 中国已经有能力突破第一岛链 然后现在你可以有效的威胁到 美国在第二岛链群 乃至于它的第二线 关岛跟这个澳大利亚 这样子的基地群了 那么对关岛来讲呢 正如同刚刚房冰教授所介绍 它确实在地理位置上 是美国人至为重视的一个基地 它离朝鲜半岛 中国大陆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地区呢 大概都是在3000公里左右的范围 所以如果从关岛起航的军舰 四天之内就可以达到 包含日本 韩国 菲律宾 台湾 以及马六甲海峡 那么对美国来讲 它之所以要把关岛打造成是 一个军事堡垒一样的基地 是有它的道理 因为在地理位置上 在它过去的思维里面 它随时可以在四天之内 调动它的这个战斗部队 到现场去做任何的因应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就看到了 关岛有刚刚黄教授已经点出来了 战略空军的基地 战略核潜艇的基地 而且整个关岛上布满了这个导弹 可问题就出在我们前面 黄教授跟大家所介绍的 中国的这个东风21东风26 这一些快递导弹已经非常有效的 不管是在射程或者精准度 或者杀伤力上 直接的有效的威胁到了 美国关岛的这个基地安全 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美国还想要控制全世界的海洋 恐怕就已经是力不从心 而且美国就必须要去承认 中国跟美国是平起平坐的 一个海洋大国了 这个心态有问题 所以你从第一岛链 推到第二岛链 你再推 推到本土 最后就是无路可退的 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战略调整 由美国的军事专家 刚才郑教授也谈到了 感到忧心忡忡 而且认为这种思路是不对的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够 解决根本的问题 而建议中美之间 应该通过这种战略对话 来减少这种摩擦 和不必要的矛盾 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确实如您所说 这个美国现在也出现了这样一种 我们认为相对来讲 是比较理智的声音 那就是说对话总比对抗好 这个话是我们说的 应该说他现在也认识到 这样一个问题了 我们跟大家说明一点 现在还没有到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种前景 就是说中国的军事力量 进入东太平洋 没有到那个程度 我看到最新的一个表态 就是他刚刚上任 那个国防部长马迪斯 在这个出海 到东北亚地区来进行访问 到了日本区 一方面说我还要覆盖钓鱼岛 我的安保条约还要覆盖钓鱼岛 另外一方面 关于南海 应该说还说了一句 相对来讲比较理智的话 虽然他是一个军人出身的 这个国防部长马迪斯 他讲南海问题 这个战争毕竟不是选项 我们还要靠这个战略对话 外交来解决这个问题 来管控风险 我觉得回到这个问题 这个路头上就对了 大国之间 特别是和大国之间 谁也不要轻易 拿战争这个问题来说事 更不要对对方 来轻易地挥舞起和大帮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到中太平洋跟你对比 我更不会到东太平洋跟你对比 我就是在西太平洋 我就是在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之间 我的家门口 我的综合作战能力 包括我们火箭军的东方导弹 包括我们海空军的 远程打击能力 我如果可以在我的家门口 形成一个相对的优势来讲 你觉得战争的威胁 对你来讲 还能成为一个选项吗 那到那个时候 不除了外交二字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还是以和为贵 那么既然是对话 就应该是双方的事情 所以郑教授 您看来 中美之间 应该如何展开 这样的一番战略对话呢 我觉得在中美之间 这个必要的对话 沟通 甚至于在紧张状态之下 可能要必须进行的谈判 这些机制都一定是要存在的 新型大国关系 相互尊重 相互包容 这一点毋庸置疑 而对中国来讲 我们要跟美国进行 各种的沟通对话 建立战略互信 但是我们自己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实力 另外我们必须说 在美国现在 岛链防御的这一种战略思维上 其实有一些问题 首先你要进行这样子大规模的 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的这种部署 你需要非常庞大的财务能力 你的财政不够健康 以美国今天的财政能力 它的外在的沉重负担 其实美国其实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那么如果你是要你的亚太地区的美国盟邦 譬如日本韩国 要分摊你的军费 这个就要看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你的亚太地区的盟国 有没有这样的政治决心 跟政治意愿 如果日韩菲律宾 所有这一些岛链上的这国家 它体会到说 跟中国之间的合作 和平共存 其实是他们国家最好的安全保障的话 那么这种政治意愿就会降低 一旦降低 美国的这个岛链围堵的战略 就很难持续下去 总而言之 对话胜于对抗 而雄厚的军事实力 才是保证与之进行战略对话的资本 好 最后非常感谢两位 对以上内容所做的点评介绍 谢谢